我现在已经到酒店了 但是我的核酸报告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不能办入住 我要等到核酸报告出来 要到5点以后了 好多人 我的妈 老罗好多人 好多人 身体好点了没有 我现在我身后拍重一点 要不要说我这里头山下的风很大 我不捧你 二哥 我才是不进 你们有房间住了吧 有 我没房间的咯 对的 我要去你房间蹭房间 没关系 不太好 你们几点就什么 卡位太小了 我是核酸简单报告还没出来 办不了 要等到5点才出来 我现在进了酒店了 碰到的第一个人是老罗 第二个人是风哥跟二哥 风哥在前面还有弯钩 我现在没有房间 就先去老罗的房间 把东西放下 然后我再下来半入住 13位 鸭肉姐 我们先进去吧 先进去 别演了 你们也刚来了 你们也刚到吗 没有 可怜的我呀 没有房间 现在去老罗的房间蹭一下 蹭一蹭老罗的房间 现在 三点多 应该再有两个小时 那个核酸检测报告就出来了 我就可以半入住了 先带我 我爸过去休息一下 今天做一天的 除了太累了 老罗牛气了很吗 有房间的人 对面是海吗 对 这么大风 感谢老罗帮我把行李箱拿过来了 来给你们看看我这雕塑的装扮 运动鞋 穿了好几天的牛仔裤 穿了好几天的毛衣 头都没洗的头 我先参观一下 这房间不错 这么大阳台 看到了海 这海有点黄 今天 这下面应该是别墅区 早上好恐怖 刮风是吗 看老罗点的外卖 不错吗 老罗这一次 是我点的吗 帮忙下去去拿了 我走了好久 这里了 外卖太困难了 感谢感谢 真的是饿了一路了 我跟我爸就 中 就早上的时候吧 七点多 下了火车之后 吃了一碗扫子面 再啥都没吃 赶紧来吃吧 我现在吃完饭了 然后换了个衣服 头发再收拾一下 等会就要下去参加 创作人狂欢之夜了 看等会能碰到那些好朋友 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 下期更精彩 拜拜